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很开心再次来到圣经加油站 和大家分享我的领受 我们今天的领修进度是 约翰一书五章九到十二节 一起来攻读神的话 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 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 因神的见证是为他而子做的 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 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 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 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记得昨天和大家分享 一生为要做主的见证 今天读了这段经文后 让我想到每每在教会 听见弟兄姐妹见证时的心情 除了激励我的心以外 常常是带着羡慕 特别是听见与自己人生经历 相似的时候 就会暗自对主说 主啊我也要 但是今天读了这段经文后 不禁叫我自己反省了一番 我想要的是什么呢 是神的祝福 还是神自己 我所信仰的究竟是什么呢 是看得见丰盛的资财 是设经地位 身份地位 还是看不见的神呢 所以今天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经文在第九节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禀授的主题是 有耶稣才有生命 有什么需要守的诫命呢 一生认耶稣是主 有什么应许呢 承认耶稣是主 就有生命 有哪些可以避免的罪呢 避免不认耶稣是主的罪 有什么可以应用的呢 我觉得生命得着丰盛祝福很好 但时刻不可忘记 那是因为生命中拥有耶稣 要带着感恩的心 感谢神的爱 感谢神的拣选 传福音时 更要单单传耶稣基督 并他的十字架 有关上帝 我对他在哪方面 有更新的认识呢 上帝爱世上所有的人 但必须与耶稣紧紧相连 才能得着生命 生命也才能长大成熟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感谢赞美你 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 使我们得着新生命 愿我们紧紧连结在基督耶稣里 长大成熟 使生命更加丰盛 成为主的见证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